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給一個fs 給一個二次函數 他告訴我 s等於1的時候 最小值是4 求a加b是多少 他說s等於1時最小值是4 可見這最大最小值往往出現在什麼點 頂點 所以說這時候s等於1時最小值是4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頂點之後要自己1 4 這樣行不行 現在有頂點座標你知道嗎 有頂點座標板球跑五線 麻煩怎麼算 告訴我一件事情 這時候怎麼算 因為頂點座標自己1 根據配方法老師可以知道怎麼配方 在配方法的時候前面頂點 數自己3 我們是先提出3 算出頂點座標這個1怎麼來的 他是s-1的平方 行不行 後面自己4 再寫加級4就出來了 所以說這時候有頂點板球翻程是怎麼算 因為頂導性數自己3 這邊寫幾倍 3倍 有1 對吧 那要不然這時候配成a-1的平方 尾巴的地方加級4 這樣子出來了 如果把它乘開來 變成3倍的s平方 -2s加1 如果再乘上3之後變起 3s平方 -6s 加3加4總共加級 起 所以對照一下題目 老師可以知道可見a就是起 -6 b是起 起 對吧 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a加b是起 加起來當然是起 1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K